第10065集 你们川妹子很辣 与其他地方的人不一样 叶好玄笑着说 说话间 两人点了几样小刺 已经被端上了 不得不提一下的是 这家川菜馆的菜式 那是相当的不错 色香味俱全不说 而且味道也很正宗 十足的川味 一个字 辣 如果是冬天 吃上一口火锅 感觉会更不错的 一边吃着菜 严清成一边笑道 现在吃 恐怕身体会受不了 尤其是你刚受过伤 所以有些东西 能不吃还是别吃了 叶好玄刺着牙说 他现在说句话 都感觉嘴里面几乎是在喷火 川菜的特色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辣 辣的实在 辣的过瘾 就这样叶好玄还是专门挑一些 看起来放的辣椒少一点的菜吃的 但是令他不解的是 就算是那些辣椒放的少的菜 吃起来也是辣的让人酸爽无比 嗯 我知道 严清成一笑 他拿起筷子 还依然是专挑一些辣味比较重的东西吃 一顿饭吃下来 叶好玄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舌头存在了 在这期间他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水 但是嘴里始终是那股辣味去不掉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弄点药比较好 有些人想不住这种辣味 恐怕回去以后会挠肚子的 严清成有些同情的看着叶好玄 他带着叶好玄来到这里吃辣 其实是有点小后悔的 他的原意是不想这样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的 没事 我自己是医生 我知道怎么处理 其实经严清成这么一提 叶好玄也感觉到肚子里面是火辣辣的 因为那种辣已经到了他的肠胃里面了 不过这种辣味还是挺正宗的 其实在华夏国内 有些地方辣味 为了迎合一些重口味的食客 特意的在那个辣味里面 添加了一些特殊的化学制剂 这种制剂让菜吃起来十分的辣 辣的人满头大汗的 但那样对人是相当的不好的 而且如果想着着重于养生 那就要吃一些 性平淡温和一点的菜式 就算是吃辣也要添加一些酸的食材 这样的话能中和辣味 不那么的伤身体 虽然嘴上说着没事 但是叶浩轩还是匆匆的找了一个洗手间 在里面用金针刺了自己的穴位几下 这才感觉到情况好了许多 叶浩轩洗了把脸 这才走了出去 你打算去哪里 叶浩轩向阎青城问道 你也说了 我的身体不算太好 而且最好是每一碗配合着你的针灸排毒 所以我打算在附近待上一段时间 那样的话最好 因为寒毒不除尽的话 它会对人的身体造成长久的影响的 叶浩轩点点头 嗯 我知道 不过住在这附近有些不算太平 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那天晚上遇到的人 是附近帮会的 严青城提醒道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叶浩轩微微一笑 不过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英雄救美 既然遇上了 那就没有犯过的习惯 英雄救美 然后美女以微相许的条件 只有在电视剧或者小说里才会出现 你不要想太多了 严青城淡淡地说 开个玩笑嘛 没有其他的意思 叶浩轩善善地说 他发誓他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而已 但是这个女人 他明显是想的有些多了 他的反应有些 太过于严肃了点 不过我觉得 从帮我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麻烦就已经惹上了 严青城叹了一口气 我的事情清扯太广 希望能不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能不能说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或许我能帮你也说不定的 你帮我 严青城甘笑了两声 随即他的神色微微的有些凄凉 你帮不了我 所有想帮我的人都死了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叶浩轩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是他觉得这个女孩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从那天晚上追杀他的人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呀 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孩 亲爱 你要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没有过不去的坑 除了安慰 叶浩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谢谢 我知道 严青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随即他微微笑道 谢谢你救我 也谢谢你 能陪我一起吃饭 从半年前 我家里出事以后 我就从来没有安安静静地吃过一顿饭了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叶浩轩想了想问 报仇 严青城的话很简单 只有两个字 但是这两个字却显得有些杀气腾腾 报仇 唉 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事情 但是你的身手不错 你很强 你的家人和朋友也不会弱到哪里 可是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这说明你的敌人太强了 你一个人真的报得了仇吗 那不然我怎么办 严青城突然激动了起来 难道我亲人的仇不报了吗 难道我放在那些人继续作恶而不顾吗 或许你可以试着放下 如果你亲人在天有之的话 他们也一定会希望你去那么做的 叶浩轩认真的说 我放不下 换句话说 就算是我想放下 我的敌人也不会允许我放下 严青城微微的摇摇头 你不知道我的事情牵扯有多广 我也不想连累你 我的病好了以后 我就会走 事实上 你已经连累我了 叶浩轩苦笑道 那个叫周锋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 他只是一个小喽喽罢了 幕后真正的高人 是M先生 严青城淡淡地说 M先生 在美国几大洲的名声都很像 我知道 叶浩轩微微点点头 他随即笑道 不过你放心吧 这种人一般情况下都活不成的 为什么 严青城诧异地看着叶浩轩 因为他们作恶多端 他们所犯下的事情 老天都帮他们记着呢 叶浩轩笑道 不是不报 只是时机未到罢了 但愿 如你所说的吧 严青城 也在这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看你的身手不错 我也觉得你的身手熟悉 能告诉我 你事成何处吗 叶浩轩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他一直觉得 严青城的身手有些熟悉 尽管这个女人刚出来的时候被人下了药 但是叶浩轩相信 就算是自己不出来 三五个男人 还是进不了他的身的 严嘉全 这个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叶浩轩傻眼了 他是真的没有听说过什么严嘉全 祖城创的 有点类似于永春 但是融合了刚猛的套路 又与永春有些不同 所以你看着熟悉 但是说不上来 严青城笑了笑 谁创的呀 很厉害啊 叶浩轩很感兴趣的说 我祖上 我太爷爷 他活了一百多岁 严青城笑了笑 很厉害 叶浩轩伸出了大拇指 那有什么用 他为人正直 他养出来的子孙后代 与个个正义感十足 结果酿成了大错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我们严家 又何苦会遭遇这么大的变故 我 严青城说到这里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他摇摇头转身道 好了 有些事情 还是不说道 我要走了 你就在附近吗 叶浩轩问道 是 严青城点头 他犹豫了一下道 我伤好之后就会离开 这里是周锋的地盘 他的眼线实在是太多了 好 叶浩轩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女人是有故事的人 但是对方不愿意说 他也无可奈何 他能帮他的 也仅仅只是把他的伤治好 仅此而已 多谢了 严青城看了一眼叶浩轩 然后转身离开 好啊 我说你莫名其妙地离开了 晚饭都不跟我们一起吃 原来是跟家人有约啊 就在这个时候 许若梦有些恼怒的声音 从叶浩轩的身后传过来 叶浩轩一睁 回头一看 果然看见许若梦 站在他的身后 许若梦显得有些恼怒的样子 他气呼呼地盯着叶浩轩 你怎么在这里 叶浩轩诧异地问道 今天下班走了 你管我怎么在这里呢 你还是跟你的妹子约会去吧 不打扰了 再见 许若梦转身就走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误会啊 叶浩轩简直是哭笑不得 他有些无语地说 这只是我的一个病号 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 所以今天请我吃饭 你想多了 你的病号 我怎么不知道 许若梦明显不相信叶浩轩的话 啊 因为这大凡这一整堂的病号 这都是熟人 他多多少少都打过照面的 刚才走的那个女人呢 他不管是从气质上 还是从这个面容上 都应该不是唐人街附近的人 叶浩轩这是耍他玩的吧 我发誓我的话绝对是真的 叶浩轩一文正经地说 骗人 许若梦转身就走 我能认为你这是在吃醋吗 叶浩轩哭笑不得地说 什么 你说什么 吃醋 我会吃你的醋 许若梦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一样尖叫起来 但是他的反应越激烈 那就证明他越心虚 虽然嘴上否认着 但是他的心明显地跳得更快了 而且脸也不争气地红了起来 我只是随口地开个玩笑 你不至于这么大的反应吧 叶浩轩无所谓的松松肩膀 许若梦有些气急败坏地看着叶浩轩 他突然发觉 叶浩轩并不像他表现的那么老实 原来刚认识这家伙的时候啊 那这一本正经的样子 和你混熟了以后 他就整个一个闷骚男了 好了不开玩笑了 吃过饭了没有 没有的话就一起去吃吧 正宗的川菜 吃过了 今天礼拜天 所以下班比较早 再说了 你真的确定 你现在能吃得下去吗 许若梦美好气地扫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你去哪里 叶浩轩苦笑一声 散步 要一起的话就快点跟上 晚了我可不等你 许若梦瞪了叶浩轩一眼 帅先向前面走去 好好一起 叶浩轩无奈地笑了笑 他三步并坐两步地跟上了许若梦 你要去哪里 带你去一个地方 许若梦看了看时间 也算是我们的功课吧 什么功课需要在外面做 叶浩轩有些疑惑地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 许若梦微微一笑 带着叶浩轩向前走去 虽然不知道许若梦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但是叶浩轩还是跟着他 一起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开车的是一位黑人司机 一般来说外国人都是很艰谈的 这位黑人司机也不例外 他用英文几里呱啦的和许若梦交谈着 而且他幽默的话语往往会让许若梦放声大笑 黑人对着叶浩轩说了一句英文 似乎是在询问着什么 抱歉我不懂英文 叶浩轩笑了笑 唉这英文是硬伤啊 他觉得在他失忆之前 应该就是不懂英文的 否则的话现在应该不会记不起来 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 他发现他失去的只是记忆 但是他的生活技能却没有丢 就像中医 只要是看到一名病人 他几乎是瞬间就看出来对方身上的情况 至于他的医术到底是哪个层次的 说真的 他并不知道 只有他遇上更严重的病情 或许他才能从中感觉到 这自己的医术到底有多高 哦 哦不好意思 我以为华人都是懂英文的 黑人的声音一变 竟然用了一口相当流利的汉语 对叶浩轩说起话来 你懂汉语 叶浩轩感觉到浓浓的淡疼 对 陶人街的外国人是都懂汉语的 因为这里是华人的天堂嘛 不懂汉语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黑人一副理所荡人的样子 那好吧 那你们为什么用英文交谈 叶浩轩无语的说 难道他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 怕自己听到不成 那是习惯 许若梦笑了笑 虽然唐人街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华人 但事实上这里是美国 所以还是美国人居多的 我们平时出门遇到外国人 还是要讲外语的 那好吧 我应该快点习惯这里的生活节奏 叶浩轩有些无语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他的精神一震道 你刚才是在问什么吗 我感觉我是很幽默的 我是想问你 是不是你的笑点特高 我说了半天你竟然都不笑 黑人怂怂肩膀 但是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 你确实是想多了 我不笑不是因为我的笑点高 而是因为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你应该是刚刚从华夏过来的吧 黑人看着叶浩轩 应该是吧 提起这个叶浩轩是一脸的无奈 说真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从华夏过来的 因为他根本不记得 我感觉到你的身上有杀气 黑人看了叶浩轩一眼 你一定是一位华夏高手 你怎么看出来的 叶浩轩感觉这个黑人有些神神叨叨的 他好奇地问 直觉 告诉我 你是一位华夏高手 黑人肯定地说 不 我不是华夏的武林高手 我只是一名医生 叶浩轩想了想到 中医 哦中医 黑人诧异地看着叶浩轩道 你竟然是一位中医 哦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嗯 有什么好奇外的 叶浩轩看着黑人 他也是中医啊 哦你们不知道 在华夏有一位叫医生的家伙 他成功地攻克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绝症 包括癌症 尿毒症等很多东西 而且 呃 他的中药现在已经卖到了美国 效果相当的不错 黑人感叹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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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